除了一雙發展 對然後因為有很多 的家庭村 但是,現在的安置方案選的那個地點,單位都非常的小,單位加上目的非常小 最重要的原因是,也在一開始的規劃,一直把大家抓一下 你說起來差不多也是記住六十幾年 目前的狀況就是,市府說要徵收這個地方,要移到別的地方,到小港或是鳳山 目前這個最新的狀況是這樣 最早,我算是第三代,最早應該也是差不多在六七十年開始 他比較,比較多,都這些公文應該都在什麼 九十六年就,八十年到九十六就開始了 一直陸陸續續,就是要強迫我們離開這個地方 一個關卡,九十六年是因為什麼的事? 就是市府說要徵收這邊的地啊 第一次拆遷 什麼一些公文啊,有愛沾官啊,沾亂啊,還有 一直陸陸續續到現在 你就是作業這樣子,程序作業,是沒錯 可是你有沒有想到我們? 我們的生活? 生活是怎麼過的? 不是一間一間像那個什麼,像牢鯉這樣子灌在裡面一樣 你要仔細聽我們的,心裡的那個 你們怎麼可以這樣子? 我就是不要走 有關於那個,我們拉瓦克這個安刺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一直以來都有在努力跟居民溝通 包括居民培道的異地安刺,就地安刺這個部分 我們也曾經做評估,可是我們評估結果 因為這邊土地用地的關係是可行性不高 所以我們目前採取的就是用 透過社會住宅的方式來安置 除了社會住宅安置方面以外 我們之前也簽准過就是由提供租屋補貼的方式來進行 這個部分有關於那個社會住宅這個部分 其實在形成這個政策之前 我們在104年就有跟當地的居民討論過 我們是取得他們同意以後 我們再去透過獨法局去租借了台店的那個住宅 我們希望透過這個樣的社會住宅來安置 目前我們拉瓦克的居民 然後我們本來很樂觀的預期在去年的7月可以完成 可是因為這中間居民本身又提出說 他們當時對這樣的方案不是很熟悉 可能當時在簽署這樣的意願的時候 他有一些不了解的地方 所以他們後悔了 所以我們也順從這樣的一個居民的意見 我們在去年的8月以後 我們就請我們的居民重新思考 他要不要住在這個社會住宅 一直到現在 從去年的7月到現在已經半年了 然後我們也面對很多的壓力 就是我們在高雄市需要被照顧的原住民人數很多 他們會提出質疑說 既然這個社會住宅沒有他們不願意居住的話 是不是可以把這樣的空間示範給我們一般的住民來住 所以我們也建於此 我們就必須得做這樣一個等待的時間 我們要做一個期限 這個期限不是要求他們一定要簽 而是請他們在這個期間裡面 可以重新去思考 要不要搬進來 如果他們不願意的話 我們會把這樣的一個房子 就公告出租給我們一般的原住民需要的人來住 我們至於這些沒有接受的 搬到社會住宅的這些人 我們之前的租屋補貼這樣的方案 還是照樣在進行 所以他們還是可以尋求租屋補貼這個部分 來尋求這樣的安置 所以我要抱有很多的期待 不管是基於居住權 不管是基於這個民眾的文化權 我們都希望 我甚至有跟民眾處長的講述 就是說你們能不能多一個溝通跟部落的人 他有很多的選項可以選擇 可以就地居住 甚至保存他們的部落的養者 其實剛剛委員都有提到一件事情 最快的解決方式就是 你用都市計劃編分 就可以處理他們的違法性問題 就更容易想要 那這個都是對於我們了解 都市計劃的人都懂了一件事情 那其實全台灣都做 有國土計劃之後 都在討論我們這個國土計劃的 這個土地的分配應該是要解的事情 我希望你們能夠考完這件事情 如果我真的對情編分有很大的情編 就是舉個例子 都市計劃變更 絕對不是我們講這個地方 都市計劃變更就變更 都市計劃變更是整個都市建設 跟都市發展的最高的指導原則 我們一定要從這個指導原則下來 來看我們一個點 那不代表這個地方是不能做 但是呢 不是我們現在先設定一個立場 說我要把它變掉了 然後我就把它變掉 那這樣整個都市計劃 絕對會亂掉 所以這個可能性我們也會去檢討 但是不代表說一定是要這樣子做 我剛剛所講的這些東西是適用於所有人的 但是尤其又對於原住民而言 又有一些額外的權利 那些更加負擔 我想你們知道 那些更加負擔的權責 那些更加負擔 那些更加負擔的權責 都要有得到 所以你不能強化 那些人都要讓出生的地方 從集中的地方 生活的狀態 到小房間 那些更加負擔 那些人不可以 尤其是這權利 我想大家都知道 尤其是他們文化上的一個權利 那你應該說 不能夠就是輕易的叫大家去住 就是像是公寓這樣子一間一間的房子 因為這個東西其實對大家的文化權利來講是一個 就是因為大家應該住很久了 所以它其實是對大家文化上權利的一個侵犯這樣子 And part of that those rights is that they would have to agree that they you know that the relocation site meets their conditions If they do not if it doesn't preserve and continue their cultural identity then it's not an acceptable solution 其實原民有一個權利就是說如果那個安置的地點 並不能符合他們這種文化上的這種權利的需求 那其實那就不能被視為是一個適當的一個安置地點 And I would also say that until a solution is found If you respect their human rights The city has to do everything to improve the conditions here Not to leave people the way in which they're living 直到就是這樣子的一個協商確保大家權利的過程被完成之前 就是說不管要不要犯見 就是未來六方案被逃亂出來之前 那其實市府也應該要能夠做一些改善措施 來改善大家當前的這個不良的這個局部的情境 So these UN human rights standards and guidelines I'm speaking about I don't know what are available in Chinese And I would we can make them available to the mayor And I would sincerely request all of you to follow the steps that are in Because that would be consistent with what your president has commit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to whic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s watching 就是關於我剛剛提到這個準則 其實聯合國都有公佈中文在網路上 那其實這個東西我會建議說 就是市場這邊應該要好好看過 然後去遵循這樣的一個選擇 因為既然台灣已經簽署兩國 這其實是台灣就是在國際上的義務 而且也是就是國際社會 我們會在關注的一件事情 And part of respecting the housing and land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 Is in a document that we presented at a press conference Yesterday in Taipei And your president has agreed to the contents of that document 關於這個人民的權利的部分 因為昨天的記者會 因為昨天是公共審查結束的記者會 其實我們就發布一份文件 就是關於結論性意見 他也沒有提到一些關於人民權利的保障內容 那因為他們之後我跟總統有去做一個午宴 那總統也同意了就是說 一定要執行這個結論性意見裡面的內容 So I would request everyone We can give access to these documents both what happened yesterday and the UN standards And if you can continue your discussion and your dialogue based on those documents instead of what you feel I think that would be the best way forward 那我覺得最好的方法是說 因為這些文件都已經可以在網路上取得 所以說我建議大家去補一下這些文件的內容 就是還有過去三天審查 就是得到的結論性意見 那大家可以根據那一些準則跟意見 去進行一個作為討論的基礎 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就是 那我覺得怎樣你覺得怎樣 這樣子比較沒有一個對話的基礎存在 And if it helps You can write a formal letter from the UU committee to the mayor And including those documents But they can already start You can already start looking into that 就是如果需要的話 我們就是這次審查的委員會 也可以寫一封正式的信件給市長 就是關於這樣的事件 那但是其實你已經可以去看這樣子的文件 But I think you have to give the situation time It doesn't help to give dates And I think you have to allow the community to also come up with their own proposals And I would stress again that you really have to seriously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the people staying here 但是我建議說市府這邊還是要給居民多一點的時間 然後去討論出他們覺得適當的方案 然後呢 口本就忘記 限定 就是包括他們限定案制的這樣的選項 是不是有可能可以執行 剛才我們聯副秘書長也強調 我們市府會尊重兩公約 我們這個部分 我們後續會針對這樣的一個案子 會持續跟我們的住民來溝通 我們市長也一直在強調 拉瓦克部落的安置是不會破千 我們會較強溝通 謝謝